在此说明使用这种吸入器时最常见的错误 您没有打开盖子 吸入器置放错误 使用时嘴唇没对准吸口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正确的使用方法 首先打开盖子 然后咬动吸入器 拿起塑胶衍生管 打开盖子 将吸入器接上衍生管 当吸口含入口中后 再挤压吸入器 最多可压两次 先吸气 我们也可以闭上嘴巴正常吸气 从衍生管里吸气 然后憋气 再取下吸入器 闭着嘴巴憋气十秒钟左右 然后缓慢吐气 结束后 用水漱口和喉咙 每周请用水及肥皂清洗延伸管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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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